奥特曼卡片洋艳版礼盒长什么样 哈喽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少奇 最近有很多粉丝教伙伴给少奇推荐 让我买奥特曼卡片洋艳版礼盒 我的这个礼盒非常贵 但是里面的好卡特别多 说实话我对奥特曼系列不太熟悉 毕竟我这个年龄段也不怎么看那个动漫 只不过我的很多粉丝教伙伴特别想看里面的东西 但是正买的确实又比较贵 我拿就是纯粹买过来给大家看看到底值不值 展示给你看 好与坏你自己评判 买过来了150块钱 哇里面的就是一个铁盒子了 铁盒子外面有两个塑料盒包装 宇宙英雄奥特曼系列 超宇宙奥特英雄X档案 盒子是金属的 像个文具盒一样还可以 塑料把手 这边有一个开关 像打开宝藏一样 开 两个特别包装的卡片 这个卡片外面是有一层厚厚的塑料包装的 看这个颜色 左 右 左 右 XR 折塔奥特曼原始形态 这个也是XR卡 折塔奥特曼 看这个颜色 像佛光万丈一样 小时候经常见到这种卡牌或者佛牌 四包洋夜版定制卡片 一本专用收藏册 很厚的一版卡片 没了 这个收藏册也是那种非常黄眼 能变换各种形态的 不会吧 第一个就是透明卡 这个卡应该非常稀有 叫做赛罗奥特曼 强壮日美形 有点反光 不知道大家摄像机里能不能看得清楚 折塔奥特曼 伽玛未来 桑德里阿斯 机械迪洛斯 骷髅哥姆拉 高斯奥特曼 SR卡 GP卡 卡密拉 这个女奥特曼 这个卡我是不是赚了 应该非常值钱了吧 人家说本身女奥特曼就比较值钱 而且又是个GP卡 大家感觉这张卡值多少钱 最后一个是LGR卡 迪加奥特曼 强力型 再来一包 一个又是透明卡 折塔奥特曼 伽玛未来 是个大小奥特曼 相在一起的 XR卡 给这个塑料盒子包装的这个一样 差不多 迪加奥特曼 复合型 暴雷闪电 2卡 弗鲁奥特曼 2卡 戴亚 伯里克 SR卡 高斯奥特曼 迪加奥特曼 空中型 CP卡 迪加奥特曼 复合型 这个奥特曼虽然说卡片颜色好看 但是这个画的好丑啊 同样的透明卡 高斯奥特曼 未来形态 折塔奥特曼 原始形态 机械 哥马拉 施旁盾 三帝王 米库拉斯 折塔奥特曼 阿尔法 装甲 无音达姆 扑名卡 泰加奥特曼 R卡 卷领 泰莱斯通 R卡 赛古 梅哥 SR卡 欧过奥特曼 迪加奥特曼 复合型 LGR卡 迪加奥特曼 空中型 LGR 折塔奥特曼 还有附赠的一包这种封着的 全部打开 150块钱就花完了 总共不到5分钟 给大家看看乐呵乐呵 如果你是小学生的话 不建议你买这么贵的卡片 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经济基础的 在买这些东西 小孩子还是以学习为重 SSR卡 横卡 反面是这种 写着14级 SSR卡 反面也是每一级的介绍 SSR全部都是SSR卡 反面反正就是这种介绍 第几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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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卡片没什么特别的 没有多少来去应该 都是这种普通的卡 都是横卡 不除我所料的话 这两个塑料包装的卡 应该是比较贵的 其余的就是这种LGR卡 大家认为里面哪一张卡片 最值钱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中留言 150块钱买的这么一大堆东西 大家感觉值不值呢 也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我感觉我是入了个坑 因为我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兴趣 但只要粉丝想看 我都会买来给大家拍的 希望喜欢视频的 一定要帮我的视频 点个赞哦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